成分的话呢 实际上重新胀过来的话 那就可能就要胀药 实际上我们中医治疗 这个肝癌的话 这方面是挺有效的 但是就像刚才这个 这个先生提问的 他这种情形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用中医其他的药 你不想我原来 我的这个论文的题目 就是治疗中晚期肝癌 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形 他的黄胆消失 他的胃口好 他整个这个皮肤的颜色都恢复 那这种情况的话 实际上是蛮常见的 中医在这方面还是有效的 但是后面 他到底是存活了多长时间 是不是完全康复了 因为这位先生也没说 实际上前面那一部分呢 我们是很常见的 不一定非是胀药 如果是胀药的话 那个药的话呢 也是很有价值 进一步研究的 是 那说到这儿就是 实际上呢 就是现在 就像中医的这种疗法啊 实际上比如说 甚至在韩国 在日本都有这种 他们有时候过去叫汉医 那些韩国人呢 干脆也叫汉医 但实际上呢 这个这种传统 是和这个中医的 这个中草药 这个是一致的 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只是说 就是说在有些 他们在不同的地区 发展过程当中 特别是这个中草药 他们可能会用了一些 当地这种自然 草药 所特有的这种中草药 甚至就是包括在中国 当地 那比如说在北方和南方 这些中医这个选 选药上可能都有一些 都有不同 也就是说有没有 就是说除了我们主流的 这样的所谓中医 是 药物以外 其他的比如说像 韩国啊 日本啊 甚至包括刚才 我们提到的这个藏医 传统藏医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 他们有没有在 癌症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药物 对有 实际上是有的 就是实际上南方北方 在我们中国 原来用药本来就不一样 你不讲我们用药 什么这个穿帘 就是穿黄帘嘛 实际上 因为这个是跟这个 生产药材的当地的气候 土壤有关系 所以当这些环境啊 湿度啊 这些东西所出来的这个药材 实际上里面的成分的含量 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地道药材 地道药材 就是讲这个意思 原产地的 对原产地的 就是说只有那个 自然气候下面 生产出来的这个药物呢 就才有那个功效 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有讲究 那作为 你不讲藏医的话 他当然他也本身 他可能其他的材料 他也受到限制 那他就会用那个 那那个的话呢 很可能刚好就有 特别好的好处 特别的好处 那韩裔也是一样 韩国他们也有他们自己 应该人生当然是他们的最好 高理斯 对对对 好了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和观众 我们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山东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你好 你为主任好 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先问一下这个 主要是谈一下这个 最近这几年 他们改了大陆 改了三十年 中国的医疗 中医 这个针酒 包括中医 这几年 基本上都 绝望了 基本上绝望了 对 是什么意思呢 你那个基本上绝望了 现在对这个 这个中西 中医 这个文化的传统 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这个改革开放 在一块 把这块都 都 叫 共肥 把这块都 绝望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中医的这个特色 逐渐的消失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这个 现在这个中医 大部分西方都 都学这个中国的中医 对 但是好像 山东杨先生 我不知道你当地的情况了 但是 据我们掌握情况 现在 中医啊 好像在中国各地 都有专门的 所谓中医院 对 有中医院 我想你 你也是 这个 这我比较了解 田路加博士 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就是中医 对对对 我想能不能介绍一下 中医在 看杨先生这个观点 是不是 是不是对的啊 就是说 我们 中医到底是 在这个 所谓中国改革开放 三十年以后 这中医到底是发展了呢 还是像 严先生所说的 被吞灭了 被消灭了 被消灭 当然是有很多争论 中医到底是能不能治病 这是肯定是有的啊 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 以前的中西结合 走过了一段路程 最开始中西结合呢 实际上是西医的人 要来学习中医 西医的这边 来学习中医的时候呢 他们就用西医的这个观点 中西的角度来看中医 那么他们搞出来的中西结合呢 必然就是 就是西化的 西化的东西 那 走过了一段路程以后呢 发现这样不行 发现这样不行 因为那个 看上去 好像是先进了 实际上呢 是把中医 深奥的东西呢 把它给 简单化 简化了 实际上真正的 中医取得疗效的呢 还是非常传统的东西 但是不意味着呢 这个西医研究出来的这些成果 例如讲这个 某一味药里面含什么成分 这个里面 他用实验做了以后 有什么效果 不意味着这些资料呢 没有用 那现在呢 又回归呢 就是传统的 非常经典的 从很传统的那种 辩证实质的 那个很深的 这个理论 来治疗这个肿瘤的话 实际上取得了 也不错的效果 那两年前 当然西医 中西医呢 不断地在交流 因为两年前 这个美国的 国力癌症研究所 就是在我们这附近 Bethesda 专门请了 50名 这个中医的 肿瘤专家 来Bethesda开会 来美国开会 那我是那个会议的 这个coach 就是共同主席 那实际上就 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交锋 那从美国方面呢 他们实际上呢 他们认为 美国的这些 西医的这个 研究的手段 是先进的 他们什么都要 这个standardize 要按照美国的 标准化 美国的那个 那个标准 来标准化中意 但是中方的这个 代表这些专家呢 实际上是不同意他们的 就我们在这里 互相交流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 你一定要 首先学会 中医是怎么样思维的 中医怎么样看这个病 怎么样煮方的 你才可能 真正的研究好中医 这可能比较难 是说现在 好像在美国 开业的中医师 多半是 就是华人 华人 对 真正的就是说 美国本土的人 到也有很多 到中国去学中医 对 在美国开业 做中医的人多不多 也有 也有 或者是说他们在美国呢 像我们这些 华人在这里 开业的人学 美国也有中医学校的 中医学院也有 他们也学 也有学得不错的 我说两方面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呢 中国国内的 中医中流学方面的 这个专家的话呢 都是倾向于 中医本来的东西 是不能变的 可以继续研究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不能变 但是这个 这个主要的阵地呢 是占据了 但是很多的人呢 他在中医没有学到 很深入的地步的时候呢 他首先他自己 就丧失了这个 这个这个想法 那他临床处理 病痕的时候呢 他首先把西药 什么都上好了 然后中医变成一个点缀 那个就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 听众和观众 我们继续接电话 黑龙江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嘉宾你好 你好 老中医是病到手 病到手除啊 可以这么说 有治标有资本 现在国内的 有些好多人 都用中医来调理 他自己的一些 那个 一个身体 我曾经看过 一个87岁的老中医 因为他在给浩曼 咱们北京有个 樊正伦 樊正伦 他常坐在中央电台 讲了一些中医 一个 讲了一些 人类一个 对人体的好处 他这个讲述 我们可以说 你这个了 樊正伦 樊正伦 他老中医 他对讲一些 怎么样 对中医 对人体的好处 但我想问嘉宾 这个癌症啊 就是他中庆的来龙去脉 是什么来成的 比如说生气 着凉 过度饮 高度酒 他中医 现在对这个方面 怎么能把这个癌症